政商界近月纷纷要求楼市减纳或车纳 行政厂 李家超今日25日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 正式宣布 市减纳 其中针对短炒的额外印花税SSD的试用年 由目前三年减至二年 买家印花税BSD 新住宅从价印花AVD 减半至7.5% 即日生效 此外 和资格专裁置业印花税 未先免后征 李家超表示 面对房屋供应偏紧而 民对置业的刚性需求强烈的情况 政府2010年起推 多轮需求管理措施 或坊间俗称的蜡招 打击短炒卖活动及减少外来需求 确保物业市场稳定 斩棘优先照顾香港市民置业需要 但过去一年 率显著上升 多个地区经济放缓 本地楼市交头少 楼价亦出现调整 随着香港未来房屋供应量持续增加 考虑整体情况后 政府决定采取以下整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 即日生效 一把额外花税的适用年期由三年缩短至二年 换言之 业主在有物业两年后出售物业 无需在缴付楼价10%得额印花税 二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的税率 半两者均会有15%减至7.5% 这安排有助减轻以拥有住物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购买住宅物业时的正负担 以及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购买住宅物业成本 三为外来人才的置业印花税实施先免后 即优化去年为何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 花税的安排 由原本在购入物业时先征收买家 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 然后在相关人事居港满期 并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后才退还及先征后退 为在购入物业时先暂免征收相关税项 若相关是其后未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才缴付相关 相级先免后征 新安排适用于今天或以后签署买卖协议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